杨成林五年不洗牛仔裤被喷了心,这些明星一次都没洗过裤子。 杨成林出席牛仔裤的品牌活动,分享自己的经历,曾说自己五六年都没有洗过,牛仔裤而被网友讽刺了心。 杨成林知道此事后直接在脸书上回对回去杨成,林在脸书上写道这个世界,有些人就是会这样跟你不一样。 你就认为是错的,只有跟你一样才是对的这种心态,大倒可以反映在形象上,小倒可以反映在牛仔裤洗或不洗。 看到许多网络媒体纷纷写了今天的活动新闻,我说道,我从来不洗牛仔裤穿,最久的一朝大概五十六年没想到一个自己对于牛仔裤的执着和习惯可以背写,网友只称博版面,我完全不会生气。 一点也不更不是叫真淡这样的留言,更让我确认很多人判断事情只愿看自己的想法,我不会觉得洗牛仔裤的人是错的。 也不会因为我不洗,就是对的洗或不洗看个人爱男人或爱女人看自己。 我发这篇简单来说,就是别因为自己不认同的事而扭曲别人,况且这些事都没,有伤害到任何人不是吗? 其实,杨成林发这篇文的目的,不在于纠结喜不喜牛仔裤而不建议大家因为自己习惯的不同而去攻击别人。 杨成林的男友李荣浩更是马上站出来挺女友。 大家纷纷表示被虐到了这波恩,爱秀可甜。 前段时间李荣浩在演唱会上头,亲杨成林视频被大家传得沸沸扬扬,在演唱会上杨成林出场十分陶醉的唱歌。 之后李荣浩唱着唱着,就一直看向杨成林,接着他向他走去在他准备接着唱的时候,他真的可以用扑上去来形容狠狠的,吸了一口,然后像个小男生一样蹦了起来。 最后结束的时候,他说,谢谢我的女朋友杨成林,真的好甜啊。 其实呀,牛仔裤,有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不应该常洗的牛仔裤是要养的,而且有的牛仔裤坚决,是不能洗的挂在通风处去去味道就可以了,然后记得翻过来晾晒,其实人家裤子五年洗一次不代表那条裤子穿了五年,有时候一条裤子估计五年就穿一两次吧。